金沙雞翅 整個空間裡面都是這種金沙的一個香氣 真的是很香很好吃 超適合追劇當下酒菜的 鹹蛋黃金沙控的朋友呢 你千萬不能錯過 歡迎收看跟我一起這樣煮 大家好 我是Jerry昆煌 今天呢 要來教大家做一道 鹹香又好吃的一個雞翅料理 金沙雞翅 鹹蛋黃金沙控的朋友呢 今天的這一集 你千萬不能錯過 首先呢 買回來的這個二截刺 在內面的骨頭跟骨頭中間呢 我們會建議給它花一刀 第一個 它好熟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調味料下去抓菸的時候呢 它會比較好入味 注意好的這個雞翅呢 你就來做這個抓菸的動作 給它一點香蒜粉 然後來一點黑胡椒 那如果你不喜歡黑胡椒 你可以用白胡椒 再來一點米酒 接著一點點的醬油 讓這個雞翅有一點醬香味 把這些調味料抓均勻 讓味道可以吃進去 這個動作呢 我們大概 進行個30秒到1分鐘 可以發現 它其實有一些比較液態的水分呢 會吃到我們的雞翅裡面 吃起來也會更多汁喔 抓完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下麵粉 先加少量的麵粉 讓我們的雞翅呢 呈現這種濕濕的麵糊狀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雞翅表面呢 就是輕輕薄薄的一層麵糊 接著呢 我們就要另外準備一個乾粉 稍微給它壓一下乾的麵粉 把它晃一下 可以避免過多的粉殘留在你的雞翅上面 會影響到雞翅的口感 接著要來煎的部分了 好了 準備一個鍋子 然後先熱鍋 下大概兩大匙的油進來 畢竟要是要用煎的方式 多一點的油脂呢 可以讓雞翅 然後裹上面粉的那個表面呢 會更漂亮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說 我們的鍋底的油是不是熱的呢 稍微側面的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油上面呢 有這個波動的油紋在跑 現在我們就把雞翅 比較漂亮的這一面呢 放下來 給它煎上色 單面差不多上色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可以看到這個表面呢 長得相當的漂亮喔 我們如果要判斷它有沒有熟 前面我們有畫到的這個動作 就很重要 因為我們就可以從雞翅畫到的這個裂縫呢 去判別說 是不是還有血水會漏出來 基本上已經沒有血水的話呢 這一隻雞翅差不多就已經熟了 那我們的雞翅呢 整個都煎上色 相當的漂亮喔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把它先盛起來了 剩下來煎完的這個油呢 如果還是乾淨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稍微利用一下 就可以拿來炒我們的鹹蛋黃 這個環節呢相當重要 在做所謂的金煞料理呢 鹹蛋黃把它炒到起泡呢 只是跟我們的主食材呢 稍微拌勻而已喔 不是說真的在裡面一直炒一直炒 炒到那個顏色也不好看 然後整個食材的味道呢 可能也跑掉了 鍋子熱好之後呢 把鹹蛋黃放進來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鹹鴨蛋的鹹蛋黃 搭配我們的這些油脂喔 開始給它炒到起泡 那如果說呢你新手比較不會操作這個部分 我們就直接轉小火來做加熱的動作就可以了 給它炒開 所以這個部分呢 需要大家動作快一點 鹹蛋黃呢整個都起泡了之後 加一點點的糖 鹹度跟甜度去中和 放一點蔥花進來 帶一點辛香料的一個香氣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金沙醬呢 它的顏色金黃金黃的 相當的漂亮喔 接著呢我們就會把煎好的雞翅呢 就給它放到鍋底 迅速的給它拌均勻 整個都吃到我們的金沙醬的味道 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盛盤啦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這一道 金沙雞翅了 整個空間裡面都是這種金沙的一個香氣 真的是很香很好吃 這一道你一定要試試看 今天再幫大家複習一下幾個重點 第一個呢 雞翅在醃製在處理的時候 在骨頭跟骨頭的關節處呢 我們稍微給它畫個刀 可以幫助我們的調味料 快速的入味之外呢 後續在煎我們的這個雞翅的時候呢 可以明確去觀察說 它的稠度到什麼程度了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在炒金沙的時候呢 不可以把炒金沙的動作做太久 利用高溫 然後把我們的鹹蛋黃炒到起泡之後 趕快的把我們的主食材 搭配我們的金沙 給它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今天的這一道 超適合追劇 當下酒菜的金沙雞翅送給你 我是Jerry昆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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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